我要先很感謝蔡美揚導演跟李康生 回應剛剛蔡導哲給我們的問題 我上禮拜一直在我們學校 Ginsisco Film Center看的《郊遊》 所以西遊的開頭跟《吳無眠》的結尾 跟《郊遊》裡面李康生看的牆壁比都很短 是 然後 然後 我昨天就在好奇《吳無眠》的這個片名 是不是跟《心經》有關 然後剛才李康生有提到 我就想他是不是跟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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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可以先翻一下嗎 不好意思 吳 吳 吳 Sutra 吳無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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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吳 吳無眠 可能 我們美國的觀眾不太理解《心經》 《心經》所謂的無明 無無無明 怎麼樣 一無無無明盡 怎麼講 在描述人的一種莫名的那種 莫名的,包括欲望各種東西,我們叫無名,不清楚的概念 我認為美國觀眾可能不太太熟悉, 而無名詞的詞語和詞語的詞語是代表心無無名淨, 那就是無名,無無名,沒有不明白 無無名,無名是不明白 所以無無名,無無名,我們不明白 他們就要理解了 所以無無名,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無無名,睡不著 無無名,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那位日本演員叫安藤振興,他的表現非常好 所以,我對日本演員的演員, 他其實是我的影迷 他看我的電影,所以他有一次來找我, 我們討論說要不要有什麼機會可以合作 所以當李康生我們決定要去日本走的時候,我就跟他聯繫,他什麼都不說,他說他要演 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不隨便脫衣服 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不隨便脫衣服 但是我們拍他洗澡,因為日本人很愛洗澡,很多澡堂 而且你看他洗澡的狀態完全是他自己,非常仔細 我蠻喜歡那個表演,他是二話不說就脫光了 他沒有忍耐,當我問他要拍他洗澡,在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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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火車裡面是碰巧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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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日本,給我來說,是一個很快的城市 有很多技術的技術 也有很多技術的技術 所以,在最後的照片中, 那個電影的電影移動 是非常短暫的狀態 我們是我們回家的電影 然後我看到電影的電影 所以我告訴我電影的電影 我們確保我們得到電影 所以它是拍攝電影的電影 其實是拍攝電影的電影 謝謝你 還可以再問一個嗎 可以 剛才放那個綠瑞行囊裡面唱的歌 然後跟這個行者寫 今天看李康誓一直走路 又讓我想到我是上上禮拜一 也在我們學校看了不散 然後我很喜歡當然就是 陳香騎裡面走路 他走的真的我覺得就很喜歡 然後也想到他的結尾 那時候騙我去 對 搖曆 那我問題是 蔡導覺得就是像不散這種 專門給人在電影院裡面看 關於看電影這件事的影片 跟你間行者系列這些 你認為是在美術館裡面的可能 影片藝術 video 畫 他們之間的界線或差別是 大概是怎麼會這樣 我不太… 不太… 不太… 是在電影院裡面看的 是在電影院裡面看的 我覺得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很喜歡分別 什麼是藝術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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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需要在電影的 對啊 所以 可能有一群人是永遠 不會去看影片的 所以我自己的觀念是我覺得電影是非常自由的 但是在戲院所有看的電影基本上不是那麼自由 所以我在台北台灣做了一些實驗 我自己的概念 我的《Street Dog》就是交遊那個電影 是一個劇情片 而且當時得到的一些獎 電影獎得了一些獎 大家都覺得我應該馬上上片到戲院上片 但是我把這個作品放到北樹館去發音 所以我做了一些不同的體驗 像我的電影《Street Dogs》 是一種類似的電影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獎項 所以大家都在想 我會在電影中播放的時候 但我決定要在藝術中播放 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很有趣的狀態 一般在電影院看我的電影都覺得非常慢 但是觀眾在美術館看交遊的時候 那個慢變成不慢了 這是一個心理的因素造成 所以我慢慢開始覺得說 其實戲院為什麼不可以放美術館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拍了一個電影叫《Your Face 你的臉》 那個電影只有十三個鏡頭 大概九十多、一百多分鐘 七十七分鐘 我怎麼想那麼長 七十七分鐘 所以我認為這部電影叫《Your Face 》 我認為這部電影只有十三個鏡頭 十四個鏡頭 其實十四個鏡頭 十三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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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這個是美術館的作品 但是在台北我讓它到一般的戲院去上映 但是我讓它到一般的戲院去上映 當然我的情況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自己賣票 我在街頭賣票 所以觀眾開始發現說 他在一個電影院裡面遇到一個不一樣的形式的電影 所以觀眾其實發現 當他們坐在電影裡 他們遇到不同的表演表演 我當時的宣傳就是為什麼電影院不可以是美術館 所以我的標籤在那時是 為什麼電影院不可以是美術館 所以我現在很大的興趣去拍我自己想拍的作品 所以我花了最多的時間拍的事 其實拍的事 在拍的事 我沒有要給我的作品一個標籤 一個片名 我希望觀眾去看我的作品是因為作者的關係 因為比如說電影的名字就叫蔡明亮2024 所以你不知道在演什麼 但是你遇到了我的作品 不然你永遠會覺得我的電影是藝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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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一個界線 然後你會覺得我的電影是藝術片 其實沒有這個分別 應該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我覺得是不錯 而且是不錯的 要有任何的環境和線路 對於那間的空間 請問一下